相較於台北市其他區域 內湖區顯得相當現代化 似乎很難找到有歷史的建築物 20年前 台灣第一座科技園區在內湖誕生 直到2022年 內湖科技園區有5000家廠商進駐 超過15萬人在這裡工作 其實40年前這裡是遍地農田 稻米年產量曾達到70萬公斤 很多人都想內湖一定想到什麼 一定有湖水 NO 我們的湖沒有湖水 這個藕在台義的公環 就是一個凹陷 一個內方囤地的凹陷的地方 所以內湖就是什麼 內方盆地 是按一窩一窩 就是等於一個窟窿一個窟窿 可是這個窟窿沒有很大 所以內湖的意思是這樣 在早期的農業社會 水源可是相當重要的 大家坐捷運一定有聽過 一定有知道去那邊玩大湖公園 有沒有 那這個湖 以前舊地名叫做十四分湖 十四分皮湖 哪一個份 就是我的本分的那個份 然後皮呢 是耳朵邊 在一個調皮搗蛋的皮 那跟我們藍色的板南線 也有一個地名叫做什麼 叫做後山皮 有沒有 所以這個皮其實是什麼 就是不管是人工的也好 天然的也好 它是一個蓄水池塘 因為以前農業時代 我們很需要什麼 不要一天到晚 老是看老天爺吃飯 所以自己可以儲備水分 我們就不怕乾旱季節 或是缺水的時候 沒有水可以灌溉我們的農作物了 從地名了解在地歷史 是不是很有趣呢 而這次內湖採風走毒的起點 就要從一座小小的土地公廟出發 它的名字也很特別喔 為什麼它的一個名稱 特別特別的叫做簡頭 來 我們請看這個簡字 這個簡字一定很多人 一開始的時候都唸看得見得見 那這個字正確的唸法就是 簡單的簡的那個音 然後你看它的字也很清楚 木頭邊看得見得見 那它跟竹頭上面在一個看得見的見 是一樣的意思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以前人也很聰明 沒有發明塑膠管什麼玻璃管 桃管之前 我們用木頭是最天然的一個材料對不對 那用木頭或竹片把它做成這樣 叫做優質型 就叫優質型的飲水渠道 這個叫做簡 我們台語在那裡的簡 風景很漂亮的那個簡 這個簡這裡開始做對不對 這裡就有頭了 所以京頭就是指木製頭 做木製的那個飲水渠道這邊開頭 有沒有結束的地方 當然有 所以尾巴的地方叫做京尾 台北市還有另外一個場地 一個地名叫做景美 有沒有 可是景美絕對沒有人念成 京美還是京水 沒有人在那裡頭 那景美的意思其實那時候是我們的柳宮郡 非常重要的大台北地區的水利工程 它就是一樣要用木頭做成優質型的飲水渠道 這邊開始叫做京頭 最尾巴收尾的地方叫做京尾 所以他們覺得這個京尾 尾巴的尾 這個京很熟 沒有很有氣質 所以他們把它改成這兩個是一個 風景美麗的景 然後呢 美麗的美 其實我們念到現在 絕對沒有人念成 京美還是京水 或是京美 東西在頭做什麼 京美 或是京美 美你的美 尾巴的尾有兩個音 我們就是所謂的張州人跟泉州人的 音的念法不一樣 美你的美 跟美還是美 一樣的意思 美麗的美麗的美麗 大概在一百多年前這裡附近本來就有一個 比較簡陋的土地公廟 然後這個土地公廟後來大家要比較多人進來 因為那時候這個內湖裡大概只有30戶人家而已 後來人越來越多了以後他們要建房子要幹嘛 所以就把原來的小小土地公廟拆掉了 那拆掉了以後我們的土地公要往哪裡去寄放一下呢 就送到我們內湖有名的廟宇叫做碧山巿 好 那1937年到1949年之間 我們的土地公就是送到那邊去 被請到碧山巿的時候 我們這邊附近很奇怪 就有一些不平靜的事情發生 那大家都是要找一個心靈寄託 然後也希望拜託神明來幫我們解決這些困擾 所以呢 我們的寄放在那邊的土地公就說 他要回來這邊 那回來這邊大家就想要想辦法 要找一個地方再把它供奉起來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找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也是當時很有名的一個里長 這邊內湖地區有幾個大姓 姓謝的跟姓郭的都非常地是算地方的幫助 那這個謝先生叫謝南 南邊的南 他的一個舅舅就捐了自己會計來做這一件 好 那給各位再看一張 哇 這張是1982年那時候的一個土地公 你不要看到也是很漂亮的很豐富的一個 屋頂上的簡綿的造型有沒有 還有硬尾翹級的 可是後來我們後面這個大樓要建 所以大家覺得說這裡香火很鼎盛 那這邊要建我們這邊也要稍微再抬高一下 所以增加了50公分的高度 這個工程不要小看它 你要花了300多萬 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活動叫做 夜弄土地公 就是農曆的正月15號 好 那我們會做什麼呢 以前是比較單純就是沒有去繞街 沒有出去這樣子的巡禁 都是民眾到這裡來拜拜之後 就在這個附近弄了一個竹子 然後把一個砲台上面放有那個炮火 可是要讓民眾再丟另外一個鞭炮 去引燃上面鐵盤上面那個鞭炮 然後它有做成一個城門的樣子 所以很有趣 丟上去你丟中了 它引燃了你今年就會發了 所以有這樣一個活動 那後來太多人了 就把它想著說好吧 來這邊擠著滿地 我們乾脆請神明跟著我們出去繞境 那你這樣一起繞境 範圍不就是更廣更寬嗎 所以就變成夜弄土地公 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就演變成什麼 土地公經過的地方 我們民眾通通要用泡丟給它 那泡丟得越多你越發 那那個泡屑不能丟掉 泡屑是什麼 是財富 所以你要給繞著繞著繞著繞去 所以這也是另類 達到環保不錯的樣子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土地公 有這樣一個有趣的夜弄土地公的活動 離開土地公廟 我們沿著內湖路往下一站前進 老師邊走邊說 這裡以前可是老街呢 但是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出來了 現在就是經濟跟這種開發利益的一個 還有保留古建築的一個衝突 就大家很難取捨 可是最後經濟利益應該還是都是 贊贏的那一部分 這邊 就是本來這一塊區塊 所以你看一下新舊對照 感覺實在是天壤之別對不對 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2006年拆掉的 所以距離現在也 所以這一整區都是老房子這樣 對 可是那時候是算 內湖這一個地方重要的政治 經濟 文化區域重心在這裡 那我們等一下要看的這一間 其實就是這一間 旁邊這個是就是以前的辦公廳所 全部拆掉 然後改建這種大樓 你知道這現在是平幾塊嗎 七百十萬 加一平七百十萬 所以這個就是經濟利益 老建築跟舊建築的一個衝突 結果還是輸了 那現在好不容易 因為當時這個有把它提報為 那個古蹟 後來他又把它說 這個是歷史建築 所以歷史建築跟古蹟有什麼差別 古蹟被訂了以後 不可以隨便動 包括說連廁所 要修都還要請公文 請經費 通通弄好了才可以 當時歷史建築毫無保障 那經濟利益大於這個舊建築的價值的時候 大概很多人是會贊成就是把它重拆了 那這個好跟壞誰也無法定論 那現在要看的這一間 你也可能會覺得滿訝異的 我特別挑了這一張 那這一張也很可愛 也是我們那個書的那個來源 這一張 其實這一家總共經過了四個用途 經過日本統治時期 經過文明政府時期 好 第一個 這個建築物1930年 1930年是不是確實是在日本時代 然後那時候我們這個地方的行政區塊 叫做台北州七千元 可是你現在一定還可以記得 我們有一個單位叫做七星生態基金會 就表示以前七星水俊水利會 這個單位其實還是延續下來的 過來那時候叫做莊藝廠會議室 因為以前叫做內服莊 所以莊藝廠就是像現在的 我們的監察院以前叫做什麼 台北市藝所 那個藝就是這個浮兵藝的藝 這個現在變成監察院了 對不對 那以前莊的單位是比較鄉下比較小的 所以莊藝廠 這邊這個是會議室 好不容易把它保留下來的 後來日本退出台灣 這裡改回內湖鄉 有沒有 編制上我剛剛跟那說的 它叫做中山堂 那中山堂很好笑 上面威權時代 還是需要有偉人的照片 還有他做生日的時候 要用國家的經費來幫他祝壽 你看這四個字寫在這個上面 然後我們內湖國小的小朋友 內湖國小就在前面 內湖國小的小朋友通通要排隊來 那以後跟他鞠躬 可以拿到什麼 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拿到一顆瘦桃 不是只有這個學校 是全台灣每一個小學 初中高中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以前是真的威權時代 現在是民主時代 真的是大不相同了 那這個地方我剛剛跟各位介紹的 他第二個身分是這個對不對 他第三個身分叫做區公所 內湖本來是中 內湖後來改為鄉 再改為區 那現在我們更清楚了 台北市有十二個行政區 內湖區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 再來1983年 我們的內湖區公所整個搬走了 所以這裡就把它弄成活動中心 那現在活動中心可能是里長 用的最多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的里民 在這邊也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使用這個 它另外一個特色 有沒有感覺它是什麼色 那個磚的部分 灰色 沒有 磚的部分 磚 對 磚的部分 淺綠色 有沒有 真的有一點 對 它這個淺綠色 在那個年代叫做什麼 叫做國防色 國防色 對 因為國防色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空中要看 這個顏色比較不容易被看出來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建築 用的顯綠色的顏色 而且那個磚很可愛 不能用平的 平的你可以被反觀照出來 它用有溝槽式的 有沒有 有一條一條溝槽式的 這樣就不容易被發現 為了我從空中看 我不太容易被看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建築物 對 是這樣 然後那個圓圓的地方 我們還是稱它叫做 所謂的老虎窗 那再過來 我說它是1930年代的建築物 所以它的材料 已經用到了什麼 我們日本時代 很常用的一個東西 叫做洗石子 是 洗石子 這個是現在應該是全台北 甚至可以說雙北地區 碩果僅存的日本時代的會 那個莊藝堂的會議室 沒有了 為什麼很多人會堅持說 我古蹟到底要不要保留 還是要不要拆除 因為有些東西拆了就沒了 你在婦科 你在做 那個感覺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保留下來 算是滿不簡單的 然後你看它那些線條 還有那些石子的線條 我們不是稱讚日本人 但是日本人所做的工程建築 我們必須去確實的承認 它的一個優點是什麼 它很多圓弧的地方 是真的考慮到不會去傷害到人 或是人不小心去踢到 不會這樣沾沾就對了 人家都很圓弧的一個做法 這就是我們今天給各位介紹的 第二個內湖 碩國青春的內湖裝藝場的會議室 我們公民會館其實是從日本 從日本那邊引進過來的 在1940年的時候 就是二次大戰期間在日本 它在每一個小學的學區裡面 就有一所公民會館 日本不叫公民會館 日本叫做公民館 它從事的是一個社會教育 終身學習 那我們目前台北是有六座公民會館 是北投 士林 中山 士林 內湖跟溫山 那當時候是有規劃 想十二個區都有一座公民會館 那目前是有六座公民會館 接著我們跟著館長繞到公民會館的後面 這裡還保留著一座特殊的建築構造 這個就是內湖路的統治艙 在1937年在日日時期 他在台灣的各鄉鎮都會設立一個糧場 那目前就是保留 因為都更的案子之後 他只有保留這一個部分的結構 比較特別的就是上面的一個木航架 大概就是一個 異地重建的一個 簡單的讓人家知道這個歷史遺跡而已 走到這裡 老實說 這個地方是以前內湖最精華的地段 政治 經濟 文化的重心都在這裡 我們即將去拜訪的郭氏古宅 可是當地望族 也曾經參與了這裡的規劃建設 都是這些政治重要人物 所以可以有權利去規劃 所謂的都市計劃的部分 所以當時有一個郭華讓先生 就是來做這些事情的處理 那等一下那個屋子的主人 叫做郭華溪 溪水長流的溪 所以郭家在內湖算是大生 望族之一 那這個遊籍現在還保留在這裡 他的主要大型的業務 就搬到民權東路六段 這個大樓的後面 其實當時就是有一個 日本時期的戰備補償 如果有發生什麼戰爭狀況的時候 我們的儲糧是要夠的 要不然我們軍人沒有東西吃 要吃 沒湯吃東西 要有人開來去燒台 戰備補償 那也是全部都拆掉了 緊接著我們來到台灣 傳統戲曲藝術的搖籃 歷史悠久的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來聽聽老師介紹他的身世演變吧 1957年 好久以前了對不對 沒錯 他叫做私立復興巨像 那是一個民間的人士叫王振祖先生 他創設的 所以以前他其實是一個私立的學校 可是當時主政時候的國民政府 蔣介石很愛看他的家鄉系 所以稱這種句叫做國句 其實這是不正確的說法 為什麼 它是從哪裡開始來的 北平 所以以前我們稱它叫平句 北平後來改名叫北京 所以我們現在稱它叫京句 這樣子的地方 句種的稱呼才是正確 所以當時是從1968年開始 有這樣子的一個學校 那時候還是誰 算國立的 叫做巨域實驗學校 那另外一個叫做國光巨域 也叫做實驗學校啦 然後呢 1994年 本土意識比較有一點點抬頭了 才開始設立歌仔戲科 再來1999年 這兩個學校合併 成為戲曲專科學校 那這些學校怎麼樣來培訓孩子呢 他們是從小學五年級 六年級 開始進來 所以五六年級的小朋友來念這邊 就是只有念念兩年的小學 接下來是三年的國中 再過來是三年的高中 那變成戲專的時候 就再加兩年的專科學校 那因為那個科系夠了 所以現在就改名叫做學院 2006年才開始 客家戲劇的意識也抬頭了 所以2006年 你看1957年就有京劇 然後2006年這樣幾年 將近半個世紀 這古早的時候你看 後面都沒有這麼多大樓 然後呢 它的門跟後面那個中正塔 是不是很像的一曲同工的格局 有沒有 那其實它本來的位置不在這裡 是在前面一點點 好 再看一張彩色的好了 好 房子出來了 我們剛剛那張是房子還沒有對不對 才剛剛搬過來沒多久 然後呢 接下來陸續的一些建築出現了 我們前往今天的最後一站 郭氏古宅 這座古老建築的位置地勢較高 要爬一段斜坡才能抵達 這個是1996年拍的畫面 好 那當然它1917年的建築 那你可以看到當時它是被稱為 叫做內湖的紅樓 就像我們現在稱建築叫做紅樓 你可以看到當時的主要建築材料 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紅樓 那我們的內湖跟南港是非常重要 在當年是很重要的 磚瓦窯的一個盛產的地方 所以它的作品就叫做紅磚跟瓦片 那從建築我們也可以看到 哪一個時期 哪一個時期所用的建材 剛剛說的它是1917年的作品 我們的總統府是1919年完工 所以總統府也很多都用紅樓 所以從建築真的就可以看得到 那個年代我們用了什麼樣的建材 這就是一個紀錄 這張它其實本來它這裡的額頭 寫的是避鳳宮 我再給各位看一張這個對比 因為那時候我們內湖有一個所謂的 六角頭 那六角頭不是我們現在的那種 角頭文化的那種 黑道的角頭的意圖 不是 那時候我們的內湖有六個角頭 那個角頭就是講聚落 所以有六大 那有一個就是在我們這邊叫做三角 那這個地方你看 這個又 剛剛那個是1996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1988年 然後那時候有五個神明 那那個神明是指什麼 就是說有神明 可是它沒有固定的廟宇來侍奉它 那他們稱這種叫做神明會 那當時的這個五個神明就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 託你講一點五碼 再來就是什麼 馬祖 再來就是什麼 我們講的那個五谷 五谷大帝就是指誰 神龍大帝 再來還有誰 三戒 三戒宮 就是指姚順宇這個三界宮 就這五個神明 然後呢必須有拔杯 然後那一年這個神明呢 就住在羅入他家 那本來這裡呢 那時候叫做避奉宮的時候 有一個idea是想把馬祖拿來這裡 做一個固定的那個奉事的地方 可是是沒有被同意的 當然是當然要尊重這個在地的 這個屋主的一個權利吧 所以這兩張你看 它修好了以後 1988年跟2021年的一個比較 那我們看古蹟 看建築 其實就是看過去 現在 未來 將來比較 這樣比較注意 那還要再請各位看到 這個外觀 在那個年代也是滿重要的 叫做仿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 仿巴洛克式的建築 所以在台灣你還有幾個老街可以看得到 迪化街 有沒有 還有呢 三峽 還有呢 大溪 大溪 大溪老街也是很漂亮的這樣子 人家做成那麼漂亮 人家做得好 冷到要比你好漂亮 所以這個外面絕對沒有 Coffee的圖騰 絕對沒有 那這邊還有兩個更有趣的東西 在這個圓弧形的這個底下 有沒有看到鹵跟竹子 這個台語才知道 有沒有這邊 鹵跟竹子 台語都跌跟鹵 跌鹵 跌鹵的意思 就是得到符鹵的意思 这边呢 你看到了什么 赫和松 对 那松跟赫在传统观念上就是什么 祝贺人家什么 长寿 然后竹子呢 那个鹿是谁拜寿的时候骑的座骑 我们常常讲麻菇 献寿 所以麻菇的座骑就是 所以这个 其实就是谐音 福禄寿的那个鹿 然后这个呢 是谁的座骑 我们讲长寿一定想到有一个 南极先翁 所以南极先翁的座骑就是怀鹤 那所以鹤其实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嘛 就是祝人家长寿 所以你看它很公平 南极先翁是男士 对不对 所以祝福男士长命百岁 麻菇是女士 但是也要祝福我们的女士们长命百岁 所以有没有公平 有 可是有一个规矩 男佐 女佑 看就是要看这些有趣的东西 你看它的那个门帘 也是在那个年代是非常讲究的 用砍进去的那种石雕的方式 有没有 1917年的作品到现在 嘿 真的是超过 就保存很光 对 那当然需要去做维修 或是做骨鸡的一个保护或是整理 那当时总共五千万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费用 可是文化局有 因为列为骨鸡嘛 所以政府要出一点钱 政府出了一千五百万 其他都是郭家的人来帮忙 郭家很多都非常有钱的人 郭家的子弟也都是很棒 那他们当初 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因为他们的唐号 所以他叫贝 他贝叫做焚羊王 那我们近代史上 有一个人被称为三溪王 是谁 不知道 那是中华民国里面 第一任的行政院长叫做颜锡山 所以这两个都是一个是近代的 一个是好古前的历史 唐朝的历史的一个宰相 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来看古今中外才有趣嘛 一个地方的开发与建设 直接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历史建筑的保留与土地的再利用 两者该如何取舍 我们在现代化的街道上穿梭 经由老师的导览介绍 寻找过往的蛛丝马迹 这些硕果仅存的历史景点 下一次当您经过的时候 不妨停下脚步 细细品味他们所承载的情感与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